朝鮮致文,沙川风水讲堂的时间,明光学,见到我们的杨宗余师傅 好,大家好 师傅,今集我就改了这个话题 就叫做逆后投资攻略 逆是逆症的逆,因为其实大家都了解了 上一集我们就讲一些职场,或者一些可能营商行业的想法 达到这个下半年,其实某程度上我们都很希望市场会变好 国与国之间,大家都有很多政策都推了出来 所以其实我的看法就是应该都会复苏的,金融和经济 但是好了,在你的角度来说,下半年金融和经济的复苏程度 你又怎样看呢? 你明白2020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经济 其实金融和经济似乎,你也要看回市场 好像不是有垃圾的 我好像前几集我说过了,今年的经济一定是向淡 向下看的了 但是我们期望,下一年新丑年都会有个好运行 希望它转好 希望踏入秋天,经济都会上升 我们一直都是保持着这个看法 这个就是经济的看法 但是如果金融呢,其实金融是很有趣的 金融我就一直这么说了 之前Mac都好像问过我 好像你说股票做占卜,或者怎样去看呢? 看不看得到? 我说不是看不到,问题是很难 因为这些人为因素,资金推动 就算你说了结果出来 可能某些人看到之后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 那就影响到那个所谓的股票 而且始终每个人去投资的话 不是说大市上落是怎样 其实是说你自己的财云是怎样的 其实每一个人的钱赚如蝕 其实就不是出遍的股票 他怎样看的 就算你猜中了股票 你自己的财云是没有的 当然可能你都入不了 或者甚至没有 你要放的时候就放不了 那就很正确的,师傅 每个人都有人中六合彩 那是不是一定你中 那你会看自己的财云 是呀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 经济就可以大家去分析 因为这些和一个正途 即是正行有关系 即是你做什么行业 你做一些计划 这个整体经济 或者哪个行业的经济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计划 但是如果你说 所谓叫做 投资金融 这件事真的好看你本命 当然如果你说 看回金融业 当是一个行业来看 这个行业一向都不会坏 始终香港是一个 金融中心 就怕未来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始终 短时间 还在做 金融是龙头 所以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应该就不用害怕 但问题 就多了在家里做事 嗯 现在你看金融这么多贩 有地产 有股票 是吧 有黄金 有债券 有什么 所以 这些就是 那些 当你做不同的行业的话 都会有少少高低的 就是多人买 少人买